文維 瑞申 我跟流山的父母聊過了 他們願意把部分的骨灰 留給你 放心 我會好好照顧的 路上消息 回到美國有時間 就去看看老爺子 我進去了 白身 有事隨時找我 有事遇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好 找罗队 什么事 好 好 好 罗队 慧永宗见你 老警官 这次叫你来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你想跟我们合作 换取我们的保护 对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确定一件事情 陆彦宏真的死了 还有什么要确认的吗 我没想到陆和人 这小子这么狠 我知道 我知道 迟早会轮到我的 跟我们合作 是你唯一的机会 我进陆家这么些年 陆先生和亲切 他会像家人一样 他最后 却栽在陆和人这小子手里 关于陆和人 你还有什么要说 慢慢和我们讲 我上次说的 大部分都是真的 陈兴不是陆和人杀的 也不是我 陆和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是谁杀了陈兴 陆和人发现他的尸体后 招到我 让我把尸体烧了 这些都是真的 只有一点我没有告诉你们 陆和人想把陈兴的死 栽赃给陆北深 其实陆和人发现陈兴尸体的同时 也在站车上找到了他的手机 我过去以后 他把手机给我 让我想办法把陈兴的死 栽赃给陆北深 行了 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后来 我去找陆严红换车 让他给陆北深发短信 记住明天早上六点左右 用这个手机按照我说的方 弄完以后把手机处理掉 别留下尾巴 我知道 不是 勇哥 你弄这么麻烦到底要干什么呀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该问的别问 我应该早点起庆祝阳红 让他地方这地儿陆浩然 也许就不会 您要找一点的 你想赵阳红的 你这么说也认识 这是这样的 你再借我去帮忙 我给你最想的 是否一笨 你怎么会议帮助 就ded她 走了 你怎么不议帮助 一笨 他就想要再倒大 你让我做了一笨 你推倒了 你不是要跟我们合作吗 手机是我的 这也是陆昊然的主意吧 他为什么要杀岑云 他做事比较冲动 我劝过他 他没用 陆昊然跟我说 陆昊有个女孩在别墅外面拦着他 想勒索他要钱 你帮我走是吧 你给我让开 我给我让 让不让 我就是不让 你要说你撞我呀 有种你就别躲 陆昊然因为自己撞死了那个女孩 就向着马上逃跑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陈昀 陈昀本来想去陆家找亲戚 陆昊然以为他是个路人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你怎么看 因为他杀了 陆昊然回家后很慌 让他找到我 告诉我他撞死了人 陆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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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撞的女孩 地上只有一天写字 我当时到的时候 正好有辆救护车路过 我以为是救护车 把那个女孩救走了 我根本不知道 被撞的那个女孩是生是死 回家之后我跟陆昊然说 那个女孩不一定有事 先不要让她自己吓自己 就算当时有人看到她 也不认识她 陆昊然听过我的分析之后 也就放下心来 你知不知道被撞的那个女孩 就是腾尼手机的王小璐 不知道 我猜是之前上门 找陆昊然的那个快递员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发生这种事 王爷密哥打电话问她 想上医院查找她 不知道她的名字也就没查 后来 我只能先放下 你说陆昊然撞到王小璐 被参云看到 当时他们谁也不认识谁啊 对 也许这就是命吧 第二天他们俩又见面了 陈昊追到餐厅 死要这情节不放 正好又和陆昊然相遇了 你他妈 我当时不在现场 但据陆昊然所说 陈昊肯定认识她 她本来不想因自己 撞死了人 但她这次信了 我冷静她屁我冷静 她臭麻大嘴巴我能不上吗 何叔你现在不要再跟我说 这些细节了 你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办 行吗 我 我 我不确定 我说我不确定吗 我要是确定我 我先不说 傻人犯 那天晚上你开车撞死人 我看见了 你撞完人以后 一开车就跑 你知道那个女孩她死的有多惨吗 你这是谋杀 我不会放过你大罗 一千元对陆家的仇恨 他抓住陆浩然的把柄 肯定不会有放过他的 所以是他让你联系陈兴的 那之后你是怎么联系他的 我去宾馆跟他面对面谈的 这种事不好在电话里说 你还挺有经验的 所以他完成任务后 像177这个号码打了电话 你没有接 是因为手机被偷走了 应该是这样吧 买凶杀陈元这件事情 一直是你在操作 对吗 对 秦苏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我没跟他提过 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陆浩然是独猛吗 没有 他没有发过微信或者短信 提过这个事吗 他都是当面说的 这种事 他是不会出面的 你想一想 还有没有证据 陆浩然是怎么付钱给陈兴的 他本来是想付现金的 可是当时事情紧急 他没那么多美金 所以只能通过银行转账 谁转给谁转了多少 账户资料你有吗 是通过我的美国银行账户 给陈兴赚了十万美金 你付的钱 不用 是他先转给我 我又转过去的 我认识 我认识 是吧 你这么办 跟于他肯定得到 他肯定得到 他的肯定不得到 他肯定不得到 他肯定了 他肯定了 老是 patents 之仙些呀 那肯定要有 他肯定不得到 他肯定他肯定不得当 你生想了 你去哪儿啊 我不去 没杀人 你凭什么抓我 这是公安局 对你发出的逮捕令 请你配合一下 你放开我 你 你放开我 我回叫律师 让我告诉你们 秦阿姨 怎么了 我跟你说 如果浩然出了什么事情 我跟你没完 浩然怎么了 别跟我装了 你让他们赶紧把浩然放出来 警察是不会随便抓人的 如果浩然真的犯了什么事 他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不被冲 你也是 雷队他们终于动手了 北深知道了 应该会很欣慰 给他发个微信 在吗 在吗 他那边现在应该是 半夜三点半了吧 过去睡了 没 没呢 有好消息 陆浩然被抓了 有好消息 陆浩然被抓了 那那个女人呢 参应回接受调查 好吧 等待最后胜利吧 能破解吗 一千块 我会发现了 我在你口袋里面发现一张停车卡 你又不开车哪儿来停车卡啊 简单 太点忘了 货在哪儿 什么货 陈兄的货在哪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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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林泉路停车场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号 二十三点二十二分进场 出厂时间呢 没时间就是没出厂呗 车应该还在里面呢 老板 找你帮个忙 怎么说 跟我看看这辆车停在哪儿 车牌号是海 A九四十三 停在C五六 至少 准备 在哪儿 上 在哪儿 遥远 尼不 就是 谁 在哪儿 尼不 未经许 辞平 好 覆益 听哪 听哪 这个女孩你认识的 不认识 他叫王小璐 看一下这段视频吧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号 晚上八点左右 你开车在你家的路口 撞倒王小璐之后 扬长而去 当时是什么情况 你详细地交代一下 交代个屁我交代 我不认识他 你这视频都看不清楚 那人不是我 有什么事赵律师说的 九月十四号晚上 你儿子陆浩然 在你家附近开车 撞倒了一个女孩 这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过 你开车撞人的时候 刚好被路过的 一个陌生女人看到 当时你并不在意 结果第二天 在你母亲 也就是秦苏的聚会上 你又遇到这个女人 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他就是陈云 你害怕陈云把你撞人的事情 爆出来 所以当天下午 你就通过何勇 指示陈兴杀人灭口 把陈云从他家天台上推下去 我说得对不对 秦女士 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九月十五号 陆浩然通过何勇 指示照片中的这个人 杀死陈云 这件事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儿子 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但你要相信证据 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证据你儿子参与了买凶杀人 这不可能 根据我们调查 在十五号下午 你从你的美国 花旗银行账户里 向何勇转入了十万美金 紧接着何勇又把美金 转给了陈汉招的美国账户 而陈汉招 就是陈兴在美国的表弟 这美金是你付给陈兴 作为买凶杀死岑云的仇金 陆浩然已经承认了 相信你也知道 他就在我们局里 我们只是想从您这儿 补充一些情况 更有利于判断你儿子 参与案件的程度 那我也奉劝一下罗警官 大可不必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的儿子陆浩然 不可能跟任何犯罪分子有关系 他也更不可能 参与任何性质的犯罪活动 你才是连钭的 没关系 可能我说的 这是一只 李兰就女人 好了好了 别急别急别急ös 过去吧 过去吧 去吧 去吧 我觉得陆昊仁 不会轻易认罪的 现在证据链呢 都完整了 起码姨妈的案子可以定罪 她跑不了的 那你后妈呢 大罗说还没找到 她参与犯罪的证据 暂时放了 我不相信她是清白的 放心 法律呢 最终会给你一个 公平的交代 姨妈在天之灵 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还有凌霜的案子 希望可以 尽快抓到马克 让北深释坏 我 我 乌龙呢 跑哪儿去了 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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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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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一下 这个小区里边的 廖局长 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 请问您归姓啊 我姓秦 叫秦苏 好 请稍等 您好 不好意思啊 廖局长她不在家 那 那她的夫人 邱姐在吗 也不在 他们家里没有人吗 没有人 她的朋友 所以我们都没有与谈 你们的女朋友 很多女朋友 都没有与她 有点乐意 好 我 她 你是不是 谢谢你陪我 作词曲 李宗盛 北辰 我特别担心乌龙被狗贩子拐走了 不会的 乌龙那么聪明 他肯定会分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可能他只是想逛一下 很快就会回来 别想太多 乌龙 你怎么来了 我可以进去吧 我没打搅你们吧 你没聊 我先走 不用 他就只说两句 北辰 我知道你讨厌我 我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兄弟俩的事 特别是北深 我对不起他 你现在才说这些 好像没有意义 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我们不是一家人 也不是我妈 那你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舅舅浩然 如果看在爸的份上 我应该马上把你赶走 你们母子怎么对爸 你们心里应该有数 我也不觉得爸会同意 我去帮你们 再说我也帮不了你们 陆浩然犯的是重罪 顾初 阿姨求求你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顾家 对不起你姨妈 但我求求你舅舅豪然 你劝劝北辰 说服他 他听你的 太晚了 你的道歉来得太晚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呀 好说完了 你该走了 好 北辰 现在只有你能救好人了 老金官是你的朋友 救救好人 秦阿姨 现在什么年代了 现在社会讲的是法治 是规矩 你的那一套过时了 你醒醒 北辰 你 你舅舅昊然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对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 都给你们 都给你们 干吗 起来 起来 起来再说 我求你了 起来再说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起来再说 求求你 求求你 北辰 求求可人 我最后说一句话 为自己 保留一些做人的尊业 体面地离开 落极了 破架了 寺云 恐不可能 挂 可人 可人 荒 她 你 保重 我 你这是开到哪儿啊 小丽 我不是小丽 马克 你要干什么呀 小丽呢 你想干什么呀 我们钱已经付给你了 你停车 你停 停车啊你 跟你儿子去 还得帮你 走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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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